真是露石子 燈也沒有,這裡這麼誇張 九十九號角樓? 難道這裡以前真是叉燒大廈? 九十九號角樓? 什麼?你不是吃了半藏鬼? 是真的… 你告訴真才好,我告訴你 我特地不寫稿,走來聽故事 吵架,大姐,我沒說謊 那裡撿了這份六九年的報紙 它寫著烈堤頓道九十九號叉燒大廈角樓 曾經發生過兩夫婦的倫常血案 很明顯就是大業主太哥哥的夫妻 這一座擺明就是叉燒大廈 一邊還有一部流星機,它自動會響 這裡正在播出叉燒多珍重 是…我隱約也聽到 還有,我不小心打爛進去一塊大鏡 然後那隻黑貓跳走了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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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冤魂從鏡頭走出來 刮了那兩隻眼睛 然後拿到鏡頭上 那兩隻眼睛 是呀 我放在這裡,她就是報紙社的兩夫婦 她用重重思話 真的嗎? 這個報紙社呢 是叉燒大廈的兩夫婦 是貧賜夫妻 經常欠叉燒吃 然後就吵架,搞得會質叉燒噎死 什麼? 什麼? 老婆,我餓得實在受不了 我去當石標 玩了個叉燒飯來吃 是叉燒 叉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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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搶什麼?搶 搶到掉了,你怎麼吃? 就踩下去了,我想撿回就可以了 你不踩就不要掉了 我把你扔掉了 我把你扔掉了 你…死婆娘 你這麼喜歡吃叉燒,好嗎? 吃… 你吃吧 就是這樣 他們的鬼魂就放在鏡頭上 誰知道無意中被我打爛了 加上叉燒飯的香味 引了它出來,刮了我兩巴掌 然後走到鏡頭上 有這麼容易嗎? 沒有 你們不相信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危機百科 我正在查 你真是別說謊 這座大廈以前真的叫叉燒大廈 還說角樓有一座住客 當年債的樹在四樓半 是因為固執對方吃叉燒所以緊死的 大業主就遺免了親以後的住客 所以這裡就不再叫叉燒大廈 網上說那兩夫妻養了一隻黑貓 叫靚寶 他們死了之後 靚寶負責守護靈界的出口 即是那塊鏡 他不讓其他人騷擾那兩夫妻 現在靚寶走了 我怕沒東西可以鎮住那兩夫妻 到時候他們出來搞人 那怎麼辦? 算好 那些垃圾和雜物都幫我們清好了 但是這兩夫妻最好會動他們 希望你們可以和睦共處 爹… 沒水沒電我怎麼處理? 好… 搞定了,可以用了 外面只有四棟牆,我躺在地上 我貼大床,那你好好睡吧 床睡嗎?桌子也沒張 好… 現在桌子都齊了 還有準備了一些紙張文具給你 讓你可以寫文竹 不是,寫日子畫 日子容易過一點 世紀時代? 家電也沒有 這個是雪櫃 微波爐 上面這個厲害了 是洗衣機 還有我們呢 電視機都幫你買了 我身為這個業主流行法團的主席 雖然買的東西是舊了一點 但是適合你用的 哥哥,嫂子給我利是你 希望你大埔拿過 謝謝哥 怎麼玩? 就是望你的命也是這麼硬 才能撐住那兩隻東西 嫂子真是怨意心長 那你就可以安心去… 住吧 謝謝大家關照 不過那庭英文這麼晚 我也不知道可以住了多久 你們有時間,多點下來看看我 不用客氣了 那我先回去吧 好… 謝謝 不送了,再見,這麼多晚 再見 一落好酒 阿嬤,你也回來 讓我留在新家店 這裡就是一個五星級的家人 搞什麼? 這個魚航機關我一早拆了 怎麼會還響起? 你們是誰? 我是姜聰 我是詩華 你沒理由不認得我們 你們倆是我的報紙 新聞那裡作出來的 不是真的嗎? 那你豈不是該死嗎? 郭軒借我們來,招搖撞片? 你不是很想跟我們一起住嗎? 我們特地在下面上來 帶你倆去做同屋主 去吧 阿嬤… 放心吧 我們不要讓你做臥底 吃叉燒 對不起…是我不對 我知道你們過去那些街坊拿來掃 對不起…我求你原諒我 報告我… 拜託… 你…走? 你們一群人來弄我的 但裡面有兩隻鬼 全世界最小的 就是8K4D微型頭影器 片長之一 一定比你之前騙街坊的那些 我身為立安法廚的主席 當然有後備所事 所以就很輕易地進去你那裡 安裝這些高科技的東西 之前我們知道 你問高小姐他們拿錢 我就已經開始懷疑是你假裝騙我們 是嗎? 而且我們看過危機百科 看到升級日子是最近的 那就只要是你做的 之前我們還問大業主 他說叉燒大廈是九十九B 我們這裡是九十九A 弄壞我們的叉燒 還有,其實69年那裡發生過血案 但是沒有交代到姜聰兩夫婆是怎樣的 就算在這裡又怎樣 姜聰兩夫婆根本就沒事 他們和好如初,而且搬走了 沒有死就何來有鬼 所以我們決定 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 扮鬼來嚇你,逼你說真相 那我就搬走了 是 是 你想就這樣算數嗎? 你們想怎麼樣? 是…